在印度 用手进食是传统 但问孩子 想不想要用餐具吃饭 大家都举了手 没有碗子的关系 他们很干地吃 然后吃的也不多 这样我们看到 觉得很可惜了 所以我们就 很快决定 然后我们去卖碗子 碗子还有糖汁 盖水绳 汤匙 水杯 还有餐盘 大家就不用轮流吃饭了 150套不锈钢的餐具 此季送进了 菩提加爷司朗家公立学校 希望孩子们都能安心用餐 孩子们暂时还改不掉用手抓饭吃的习惯 因此手部的清洁就更显重要 志工亲自示范 更透过体验 让大家了解肥皂禁手的防护力 我们学习吃饭 吃饭时吃饭 小小孩子和我的肥皂 我们学习吃饭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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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在新闻真善美之工陈春枣杨文辉艾玛尔印度报道